哈喽大家好 我们再来跟进这个GHL System 之前有分析过 那时候就说它的主力线就是这条一块钱 前两天呢 它出现了这个十字型 又出现了这个红色蜡烛 这些呢老师说是一个开始软下来的迹象 温和它昨天呢又弹上去 如果你之前没有在这边卖出去的话 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不用卖了咯 继续等待 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一块钱 如果之前你已经是在这边套率的话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通进去 因为这一块钱呢 你就要把它当成一个新的 马路点 之前套率的就是一个交易已经完成了 现在要看一个新的交易 新的交易呢 就要看它有没有机会突破一块钱 不是因为之前卖到太早 人家后悔了又去买回来 这个是不对的 而之前如果你没有卖 你的交易 你的交易才没有完毕 这样你就去hold住 这时候就不要去做卖 才是看肥这个一块钱的主力线 有没有机会突破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一块钱 它的下一个主力肯定就是这个了 这条 快二钱 意思是说如果它有机会突破一块钱 短线买入目标价就是快二钱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